大家好,我们看看上海的所谓的党代会的选举 这个东西也是让有很多人都看不明白的 包括我自个儿在里 上一次我们说的是重庆的选举 大家还记得吧 重庆的党代会的选举 重庆市委书记陈明尔居然就落选党代表 不,落选重庆市委班子 他又说书记,他落选重庆市委班子 有的人说他落选党代表 后来我查了一下应该不是正二万间的 落选了重庆市委的班子 这个东西就觉得很让人匪夷所思 那同样的这个故事呢 又今天又出现了 出现在上海 说这个据报道 在今天上海召开党代会会议上面 李强代表上海市委工作报告 他在回顾总结了过去五年所取得的成就之后 做中检讨了疫情防控工作中出现的巨大的失误 并且代表市委向全体上海市民做出真诚的道歉 市委呢 对疫情防控工作所做的扩大化 无序化 非法化 列明化 列代列 等种种错误 决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大会以无纪命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的一届上海市委 由于上海市委就是所谓的市委委员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委员会委员 由于票数未能过半 李强和公正 就是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均是意外的落选 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了 我赶紧问了上海的几个朋友 他们说是落选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上海市委书记 那公正作为上海市的副市长 他肯定是上海市委副书记 上海市的市长 他肯定是上海市委副书记 就是你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委副书记 都落选了上海市委班子 是不是这两个人要坐牢了呀 包括之前的陈明尔 那显然不是是吧 这又说明什么呢 说明一个新的人事的这么一个格局又出现了 可以肯定的说 就是不管是重庆的陈明尔 还是上海的李强 包括这个公正 明年的二十大以后一定会掉 一定不会在上海工作 因为你现在开了上海市委的代表大会 那一定要拖了好几年了 是不是 你不可能说中头又换了 那很麻烦 所以这会儿就让他落选 然后人就要掉走了 就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 那掉走去哪里呢 这就是个问题呀 这就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呢 就是李强 公正去什么地方不重要了 因为他级别不够嘛 是不是 他只是个正部级干部嘛 但是李强你是政治局的委员呢 你去哪里呢 包括陈明尔去哪里呢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上一次啊 这个 那个谁 重庆的党大会开了以后啊 有些个国外的媒体做过一些报道啊 说这个当时说是陈明尔呢 有可能调到上海做市委书记啊 接替现在的李奇 但是呢 党中央国务院 尤其是深层党中央不同意 不愿意让陈明尔跑到上海去 这个肯定就是江派的势力嘛 是不是 还有人说李强中有可能去上海是做市委书记 完了以后呢 这再看老江看曾庆红同不同意啊 如果曾庆红不同意 你肯定不行的啊 但是问题现在的党的总书记是习近平 难道习近平 难道连上海市委书记是谁 他都搞不定吗 就这个意思 他搞不定 就这个意思 他搞不定 所以我们说的习近平现在的权力 真的是没那么的大啊 没那么的大 然后你就想想 这个时候还有一种选择 一种结论就是陈明尔和这个李强 很有可能进常委 哎 这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些话啊 因为他这会儿已经不是重庆市委书记 也不是上海市委书记了 不是 不是重庆市委委员 也不是上海市委委员 这个书记的头衔呢 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 肯定就走了 是吧 那去哪呢 那肯定进中央呗 那中央的话 你如果是个普通的政治纪委员 他们俩现在就是 是不是 陈明尔和李强都是政治纪委员 那没有太多意义嘛 是不是 那就肯定要进常委 就这个意思 所以有两种说法啊 我也不知道哪一种是正确 然后呢 我们就看看 再看看其他的所谓的常委的这个人选啊 他们就讲说这个 呃 目前啊 比较活的 细胞子的人嘛 就是就这么几个人嘛 第一呢 就是陈明尔嘛 是吧 第二就是北京市的市委书记蔡奇嘛 第三就是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第四就是天津市委书记李鸿东 第五就是广东省委书记李锡 对吧 这几个人他肯定是有新的职位要安排的 很有可能进常委 这是要进北京的啊 完了以后呢 你就看现在目前的那几个人 你看到没有 这个 政治局常委里面除了习近平之外啊 习近平 栗战书韩正已经到年龄了啊 完了以后政治局委员这边也有几个人到年龄了啊 许清亮军委的啊 王晨到年龄的刘鹤也到年龄的孙春南也到年龄的杨洁篪也到年龄的啊 陈熙也到年龄了啊 杨晓渡也到年龄了 张有霞还有郭升坤 等九个人都是到了年龄了 所以这九个人一定要走 加上习近平 栗战书和韩正是吧 那九下十二个人 这十二个人的位置都会空出来 这空出来就肯定就好多人都要进去 所以你现在基本上其实没有办法 推测到底这个陈敏尔跟李强 到底是去做常委呢 还是做一些个其他的位置呢 你比如说也可以做副总理啊 比如孙春南 他就是政治局委员 副总理刘鹤 副总理政治局委员是吧 还有或者你也可以做政法委书记啊 郭升坤 他也不是常委啊 所以你说不好 所以现在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治局常委这个班子 可以说是风起云用啊 每天都有变化 所以呢今天也是继续就这个话题 跟大家扯着闲票啊 他们说这个真的特别厉害 西包子呢认为自己呢 作为当下的一个总书记 有有很大的一个权利啊 昨天我们也讲他至少要塞三个人进去 这个话呢是有道理的啊 因为你想想吧 你想想这个胡锦涛也好 江泽民也好在退休的时候都是塞了差不多三到四个人啊 这是个惯例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西包子没这个权利 西包子他并没有被罢免 他还是党的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 共产党他要顾及他的整个的脸面的 他不会搞得特别难看 或者的话国家就乱套了 他就不符合他的最高的原则 都稳定压倒一切了是吧 这个道理我们也讲过 所以说塞三三个人的话是有可能的 但是问题是目前你看 就是常委里面就是西包子自己 完了以后呢 栗战书肯定不行了 然后韩正也肯定也是要到年年了啊 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怎么办呢 所以上次我们说过韩正有可能继续留任常委做总理 但是呢 这是包子 这是江派的想法 因为韩正韩正没有人吧 上海帮没有人了嘛 后来他们又有另外一个说法 还有王沪宁 那王沪宁也是老江带到北京去的是吧 曾庆红带到北京去的 那肯定是上海帮的人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王沪宁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了 就跟消失人似的 没人好像死了一样 一点消息都没有 说现在他现在基本上就处在一个闭关的状态了 闭嘴了 因为中共的内斗太厉害了 他不过是一届文人嘛 他也不想参与过多的东西 最后王沪宁到底何去何从 那还得是老江跟曾庆红说了算 他自己也说算不了 但是王沪宁是没有到年龄的 王沪宁只是做了一届常委 没有从两届常委 所以王沪宁肯定是要连任的 那王沪宁如果一连任的话 那上海帮还是有人 所以韩正年龄到了以后肯定要走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说这个搞来搞去 还是曾庆红当年的七上八下的发明 绝对是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制度 简规则 因为你没有办法通过任何其他的一个所谓的标准 是吧 来设计土工中央的人事布局 你用任何一种所谓的套路来搞这个事情 都有各有各的说法 总有人不认账 但是就只有这个东西 所有人都认账 到了年龄就下 没到年龄就上 没什么好说的 这是最简单的 你太有才华也没什么暖用 年龄到赶紧滚 是吧 你是个草包 年龄没到你还可以继续上 那没有别的办法吗 因为能力 是吧 影响力这个东西 它是个主观偏好 有的人觉得你很有能力 像包子弟 他自己觉得我为什么老百姓这么支持我呢 但是有人像我们这些人觉得 包子弟你就是个混蛋 你就是个垃圾人渣 是不是啥也不是 所以你其他的原则或者其他的方法都不足以让所有人接受 唯有 曾庆红老师搞的这个七上八下 到了68岁赶紧滚 是吧 如果只有67岁 68岁差一天都没问题 继续干 所以最后他们说还是要用这个老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黄金币 黄金原则 真的是黄金原则 七上八下 因为中国的有这个成语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15个掉筒打水 七上八下 挺有意思的 非常的有意思 那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你想想就是 李克强肯定会留任 李克强留任他能干什么呢 难道还做总理吗 他肯定做总书记是不是 当然也许有可能继续做总理啊 有可能的啊 也许汪洋做总书记的是吧 你说李克强是吧 然后汪洋啊 然后王沪林是吧 然后赵乐际 这这几个人肯定要留的呀 四个人吧 然后还其余的三个人就肯定滚了 习近平一战书韩正肯定就滚了呀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他们说北京这两天说的啊 说习近平连任的概率为零 哟 我听到以后蛮高兴的 真的 哎呀 还是那句话啊 我们这是看日落不限十二大 也是 这是提古人操心的啊 提共产党 知者敌构有操心中南海 但是习主席真的不能再搞了 再搞中国真的不行了 我倒不是觉得共产党行不行 对我来说不重要 我不关心这个事情 我关心还是那句话 我关心老百姓的日子 还是关心我的自己的生活的际遇 就是我的 从我的父辈这一代人到我这代人 真的这没几年呢 我想我昨天晚上 昨天做了一期节目 说起我父亲那一代人的这个贫穷 说起我小时候的贫穷 我都我都流眼泪了 真的不是人过的日子 真的 昨天看了一个这个 看了一个视频 一个一个人一看年纪 肯定比我小多了 长得胖乎乎的 就说太苦了 在吃那个特别难吃的面 一边吃一边哭 知道吧 说上有老下有小 自己也为几个碎银子奔波 不是人过的日子 说下辈子不变人了 太苦了 我心想你这个苦不苦的 真是 就是人呢 他是 你做了错事情 你会好几代人都不幸福 你说是不是像我 我小时候我有什么罪呢 是不是 那是因为你的父辈有罪呀 你的父辈的父辈有罪呀 是不是 你共产党 牛蒙地痞 在延安搞鸦片 搞女人 完了以后 把蒋介石 什么一个合法的政府给推翻了 完了以后上来 打土豪分田地 完了以后 你还想过幸福的日子 你破坏了基本的原则 好吗 你这代人遭遇奴役 你的下一代人 还有下下一代人 三代人 都要遭遇共产党的奴役和铁拳 所以 哎呀 其实挺可怜的 看着他那个在那里哭啊 我其实心里挺感慨的 那就是我本来应该是要过他那个日子 结果我现在过的是花好月圆的 哎呀 那说明我肯定做对了某件事情 肯定有一件事情我做对了 否则我也应该是200%的跟他一样 苦哈哈的 恨不得明天就死了算了 活着没意思 所以我就想 中国的老百姓是是纯点是笨点 但是真的习主行你不能再搞了 你再搞中国老百姓都是要么自杀 要么就什么 要么就饿死不能再搞了 所以你想想 其实常委的班子里面 能够能够这个腾挪的空间非常的有限 那就是三个空间是不是 所以昨天又听到有一说法 说习主席觉得自己的腾挪的空间太小 因为这个如果是七个人的话 现在有四个人不退休 那只有三个人 那习主席又要强行塞三个人进去 其他的派系就没有机会了 是不是 团派没有机会了 江派也没有机会了 那还得了 那不行 是不是 所以又说有一种说法 说要扩边 又回到这个江泽民老师和曾庆红老师设计的那个方案 除了七上八下以外 还有一个园子 什么园子 九人制从七人制重新回到九人制 所以如果是九个人的话 现在有三个人是细胞质人选 还加两个人呗 然后团派再给一个人呗 江派再给一个人呗 不就得了吗 是不是 这就大概就平衡了吗 加上现在的四个人 一共就九个人了 就这个意思 共产党的逻辑 它是坐地分赃 所以我们这些人看人道不像是大 跟大家分析分析 接下来到底是哪九个人呢 目前你能够确定的还真就只有脑的四个人 就是李克强 汪洋 赵乐际和王胡林 这四个人肯定是没问题的 肯定是要粘刃的 其他的五个人到底谁上来 谁不上来 你只能猜一个大概 大概就这个意思 你就让共产党斗呗 我们也有话题 是吧 谢谢